因应国内COVID-19疫情警戒升级 预理就业服务中心为降低失业给付 以及零贵申办人员接触 更是呼吁民众非必要请不要到就业中心现场 既可以避免群聚风险 又可以减省现场等待排队时间 在家动动手指就可以申请 或是请家人协助上网申请 不用出门也能申办 因应国内COVID-19疫情警戒升级 预理就业服务中心为了要降低失业给付 零贵申办人员接触 更是呼吁民众非必要请不要到就业中心的现场 即可避免群聚风险 又能够节省现场等待排队时间 在家动动手指就可以申请 或是请家人协助上网申请 不用出门也能够申办 在此也呼吁大家 非有必要不要到就业中心的现场 可以避免群聚风险 又能够节省在现场等待排队的时间 在家利用网络就可以申请 或者请家人协助上网申请 不用出门也能申办 疫情期间为减缓民众待业的不安及担心 就业中心也会主动发送简讯 电话联系的方式来关怀民众 疫情期间为了减缓民众待业的不安以及担心 就业中心也会主动发送简讯 电话联系的方式来关怀 提供最新政策或者是工作职缺 民众有就业问题 欢迎多加利用电话咨询 都会有专人提供服务 记者高雄雄 玉里正采访报道